今天讲一个男子为了过深坑搬运石头 最终却被嗝屁的故事 深坑 话说在一处山路前 男子狗蛋正在用小车搬运石头 原来狗蛋为了能去到深坑的另一边 所以打算用石头将路上的深坑填满 就这样他一次又一次的从远处运来石头 然而每次都只能将深坑填满一点点 但他相信只要坚持就一定会有填满的那一刻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他的粗心大意 车子随着石头掉进了深坑里 这次他不得不徒手一个一个的搬运着石头 然而这时身后出现了一个大力士 大力士推来了一个刚好能砍住深坑洞口的石头 轻轻松松的就去到另一边 男子见证就想跟上大力士的脚步 然而大力士转头一个炸弹将石头炸了个粉碎 为了能去到深坑的对面 狗蛋开始效仿大力士 从远处运来了一个能砍住洞口的石头 然而就在狗蛋准备将石头运到深坑的时候 一个长腿欧巴从后面走来 凭着自身腿长的优势 他轻轻松松的就跨过了深坑的洞口 狗蛋看到这里内心开始不平衡了起来 心想别人都能跨过去 为什么我自己就不行呢 于是狗蛋踢走了辛辛苦苦运来的石头 开始效仿长腿欧巴 原地加速向深坑跑去 想着自己也能越过深坑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最终狗蛋由于自身的不足掉进了深坑里 而且还被之前自己运来的石头给狗了屁 这时一个短腿巨人扛来了满满的石头 填满了深坑 然而走过深坑的巨人却一脚把石头震塌掉了 深坑再次出现在路的中央里 而后来的人想过深坑也只能自己再想办法 看完这故事也告诉了我们 自己选择走的路别人没有义务帮你 要想成功就要认清自己 不要一味的去跟风 只要选择对的方向 并且一直坚持下去才能等来胜利的曙光 那么如果你路的前方出现了这样的深坑 你会选择怎么做呢 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